龙树旁站了不少人 不过下一秒树突然倒下 旁边的人急得不得了 家属就一直喊那个 就是被压着人的名字嘛 对啊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就是 想要把树搬起来 可是就是搬不起来 对 这棵树正巧压到来 参加丧礼的四人 其中三人受轻伤 一名68岁的女子 被压中胸部骨折 送医后不治 我们平常也都是 由志工来浇花等等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样 因为它一直都长得还蛮茂密的 不知道说它会突然有这样子 这棵倒下的老树 现在已经被移除 拨从它的树根 看起来早就已经腐烂掉了 当天有下雨 所以我们不排除 有可能 它可能是因为 长久会下雨 然后当天可能它的土质 比较松软 可能造成它倒塌的原因 目前寺庙已经将园区的树木 全都检查一遍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老树压伤人 检察官还要调查 大爱新闻家新王朝中高雄报导